影萍娘娘安 影萍娘娘 您到了 日夜间城总算是到了 这圆明园果真漂亮 朱儿 您往后不是住圆明园啊 就是住紫禁城 多漂亮都有的您住呢 玉虎姑姑 我住哪儿啊 皇上一定都安排好了 同乐院已经收拾好了 影萍娘娘 请吧 这草原上伺候的人够多了 跟宫里一比啊 还是少 拜见影主儿 淑头嬷嬷已经来了 准备给您改妆 改妆 您如今是宫里的主儿啊 不再是草原上的小公主 您这种装扮自然要改 不然怎么伺候皇上呢 那就改吧 咱们满人的规矩 得竖小两把头扎燕尾 您进了宫 规矩可都得改 改吧 主 那儿 别 别说话 别说话 主 膳子 不高一些 站那儿 站那儿 那儿 那儿 那儿有一只 又飞了 这蝴蝶可真大 真好看 看来父王是宽我的 都说宫里闷的话 我不觉得呀 我觉得好玩得紧呢 快 帮我找找 这儿呢 这是哪位储我突撞了皇上 还不请安 皇上 皇上 你是皇上 你认识朕啊 在画里见过 本人比画上好看 画里的人不会笑 冷冰冰的 这位主 可不能言语冒犯啊 你是 新入宫的巴林士吧 是 主 快请安 给皇上请安 好 影瓶 看来 朕的封号没错啊 果真是天真聪颖 人也生得娇俏 好 陪朕走走 是 果然是心人 三言两语就红了皇上还心 朱儿 您别急 朱儿 本宫能急什么呀 都这样了 本宫一定要等 等到机会重新来过 皇上昨夜还是歇在影瓶那儿了 是 自从皇上那日偶遇了影瓶 便喜欢他不得了 影瓶性子天真烂漫 得皇上宠爱也是情理之中 宫中的新人 就跟御花园的鲜花一样 一茬一茬开不败 逝去的也就逝去了 还有几人能记得呢 您是指 淑妃娘娘 娘娘 皇上过几日要到木兰围场秋衔 您得想好了挑什么人过去伺候 本宫刚出月子不久 就让影瓶和客瓶去吧 皇上还带四阿哥和五阿哥 那自然也会带上 嘉贵妃和鱼妃 嗯 娘娘 有件事 奴婢不得不说 还望娘娘宽恕奴婢誓言之罪 你说便是 咱们十二阿哥是嫡子 但到底年幼 眼下皇上最喜欢的是四阿哥 奴婢想 嘉贵妃是不安分的 又有御氏这个靠山 怕是想替四阿哥谋夺太子之位 也未可知 嘉贵妃是一向有这个心思的 除了四阿哥 皇上还喜欢五阿哥 若皇上动了立长的心思 自然是选五阿哥比选四阿哥好 可即便是五阿哥 养在娘娘膝下过 苏奴婢说句不知轻重的话 五阿哥 到底不是从您肚子里出来的 再好再孝顺 也是隔了层肚皮的 容貝 自永基出生以来 本宫这心里啊 颠来倒去的想了许多次 永基虽然是嫡子 但他还小 一切也未可知 若永基先能有担当 立他为储君也是好事 永基呢 将来做一个尊贵的王爷 也不错 娘娘 真这样想 你我之间没有许言 皇上万安 皇后娘娘万安 臣妾巴林氏 叩见皇后娘娘 果然相貌严好 谢皇后娘娘夸奖 起来吧 臣妾初初入宫 知道宫里面什么都不缺 就备了一些 臣妾自己喜欢的无锡大阿福 准备送给十二阿哥和五公主 这大阿福虽不经贵 却是臣妾的父王千里迢迢弄来 臣妾收了许久的 希望皇后娘娘和十二阿哥五公主 不要嫌弃 留了这么久的东西 都可以送给十二阿哥和五公主 这份心思怎会不经贵 本宫替十二阿哥五公主 谢过你 笑得这样天真烂漫 在家的时候 巴林王一定很疼你吧 皇后娘娘说得极对 臣妾的父王 有好几个儿子 却只有臣妾一个女儿 父王最疼我了 还总是说 希望臣妾可以做一只女螺 一辈子一脱塌就好了 朕哪 也喜欢女螺的婉顺 不过朕更希望 井寺像玫瑰一样 带刺却不亦攀扯 井寺还那么小 皇上就说这些 到底是阿玛疼女儿啊